甲骨会盟 齐国军队到国外作战时 鲁国要派三百辆兵车 协助齐国军队作战 孔子不甘示弱 也在蒙书上加写一条 齐国应将以前侵占鲁国 汶水以北的运役 冠役归阴役归还鲁国 可恶 大王 动手吧 请奏四方之乐 几十位手持刀枪旗帜的赤身蛮夷 立刻冲上盟会台 想刺激劫持鲁丁宫 住手 两国之军为了修好而来会盟的 哪用得着这种野武乐 请他们下去吧 主公 您看 让他们下去吧 五岳退下 演奏宫中之乐 齐国担心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强于齐国 于是便想趁这次会盟伺机挟失鲁丁宫 盟会是国际大典 怎可以如此胡闹 弥乱军侯罪当政法 请下令管事执行吧 齐景公自知自己的做法不符合理 于是只好下令杀了所有的戏子诸如 我家主公邀请鲁公参加响礼 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礼制度 您没听过吗 响礼是用来发扬光大德行的 不能发扬光大还不如不举行 齐景公看孔子态度严正 不由得不敬畏动容而没有举行响礼 五以君子之道辅佐国君 你们却以遗敌之道怂恿我 因而失礼这下怎么办 小臣该死 君子有过就用具体的事物来谢罪 小人有过则用敷衍回报 君上如果心里不安 就只好谨守盟约吧 好吧 韵义 冠义和归阴义 归还给鲁国用以谢罪 那年冬天齐国归还了鲁国的土地 甲骨汇盟 甲骨汇盟 我一定要去紧尽 我需要你 优优独播剧场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